看着一弯写 在写上运天装备运行 最终我能一秒打别去攻击一弯 看着一弯写 感觉到不少装备就能打别人用力实际了各种boss了 不过我还是好奇心 我还是想想这血最少的装备有多厉害 咱们先找几个小龙龙 看这些小龙龙 已经一切半关写 现在是玩弄在新写 一点也不疼 哈哈 不过这也没够装备啊 他掉多少钱才有呢 我这老子有点空白就很晕 整整掉了一千血才给我装备 虽然我血多 胖也太浪费了吧 还有 这掉个杖杆是认真的吗 当天打个动物的武器 还不如我弹几个木料和橙木棒一样 继续去掉血 现在是八千血 给我掉了个蟹盾 这个还算不错 能割倒伤害 还能给对风怪毒 不过这还是一部装备啊 能不能来点游戏元件的武器再掉血去 累死我了 这是啥 刘花祥的西瓜刀 这刮宝容吗 带着他去刮炭买刮 老板准卖不了生瓜蛋子给我 我去 我去 母亲姐直接给我现代化武器 这一把黄金M4拿到手上 这些小怪都要抖三挡 如果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给上这么一套武器 别说北伐曹操啦 每次都要归属国馆 不过被小怪打掉心也太慢了 咱直接选择了高点的地方我先上 要在雨神神妙的银箱里泡个澡 这血就来到四千了 居然是青龙音乐道 这也太酷了吧 还能叫我小病 全军出击 四伙伴们 也随我一同将雨神神斩于马下 我这哪来的马 你没事吧 你没事 出我说说说 不是 你们等一下就没来 这也太不中用了吧 看来还得让我亲自出马呀 靠我快刀转断门直接来下 刚好血量到了三千点 居然是魔刀千啊 这可神气啊 这也是真的神党山神怪党下坏了 它有超高的移速加成 火头的暗影四颗小表妹 看着这些小怪 跟纸糊的一样 一下一颗 现在咱们把血量来到两千了 我手术拿着的 可是今天带上孙悟空的尼海神铲 虽然没有孙悟空那样神龙广耐的吸尘二变 带有这个神气精不棒 但地府那天天也不是问题了 看 不仅我能召唤住我的猴子猴子来助战 还有超酷的变带精不棒 范围像的山山范围 看这些蜴蜒楼 以下就被砸死了 咱们去冰原找冰陨巨魔另一颗手去 冰陨巨魔 我又来找你了 可恶啊 你们这些玩家要走去来对付 冰冰每天我都要死上百次 哎呀 现在你都这么说了 就在让我打败你一次呗 哼 我也不是吃素的 多少挑战我失败的师父 散落在这里中寒霜上 你也不例外 散落他就完了 看来最近不棒的冰陨巨魔 很有心疾首的呀 不如让他把我血量搭上 看看下一集十人装备 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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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神之锤 你刚刚带我飞起来 你完了呀 刚刚揍我你是星高七号 现在揍我你是树子蓝量 看我和圣人公地母 啊不对 是女雷神 请你吃个五雷虹饼 我才不怕你呢 小弟们够瘦 你瞅你小弟还在不 你真是女雷神小事啊 我现在投降可以不 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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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美 直接打下 你会认识网友多了一次 还没进去 不知道血量掉到异地下 或是什么装备 咱们去火山找尊重boss 去换换领试试 在我的精准把握下 血量终于掉到了一根血 好啊原来是小黑子 给我的是一个篮球和篮球服 能到这个篮球是个武器 我们直接找的是 枯换领试试形态 试试把篮球堂试试试试 是什么效果 原来是小黑子的武器 双双脸也太大了吧